朋友们好 昨天我们停更了一天 今天一早 我发现有些朋友已经开始在私信里面追问我为什么 我前天跟大家说起过一个事 我们一个老人 22号进了ICU了 昨天 北京时间的下午三点 老人家已经嫁合戏去了 所以 昨天晚上的时间 我都留给老人家了 老伯母走了 我想 他最大的心愿还是 作为后代 我们能够好好的活着 我们不能辜负老人家的这份遗愿 所以呢 我们要继续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要继续我们这个小频道 今天呢 聊点什么呢 我今天早晨翻了翻斯马南老师的频道 我觉得有两个话题可以聊一聊 一个呢 是 司马南老师 说了一个 民主生活会的话题 还是毛主席定的规矩好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他这条 司马南老师现在还在病中 那么 本应该好好休息 还坚持做节目 这个事情本身呢 是值得我们点赞的和学习的 包括两天前他还在说 有人不许他提那个人的名字 就是有人应该已经把话都过给司马南老师了 就是不许他提张文宏 那么他还坚持着提 所以司马南老师呢 这个精神着实是可家可敬的 那么呢 关于张文宏的事呢 我们等一会儿聊 那作为第二个话题 那么第一个话题呢 我们就说说 司马南老师说的这个毛主席的办法 民主生活会 民主生活会的办法是吗 是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必要追根溯源 但是 民主生活会的基本的形式 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里面 这个 是党内生活的一种方式之一 那么他主要的 这个民主生活会的主要的会议形式是什么呢 批评与自我批评 那么中国共产党几大法宝 其中之一就有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是党的一个作风和优良的传统 这样的一种传统和作风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党自身建设方面 比如说 尤其是在战争年代 在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革命党的时候 你比如说 在延安整风时期 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 成了延安整风的主要的这样的运动形式 所以对于民主生活会这种党建形式 我们是历史 从历史的看 我们是要给这种形式点赞的 但是呢 从西伟哥的角度来说 我对于司马兰先生提到的这个民主生活会 在当下此时的这份意义和他的这份 这个大力的这种赞赏 我保留意见 我保留意见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社会的生活会 批评与自我批评 作为中国共产党 这个自我建设的一种形式 一个方法 他有他的合理性 有他的先进性 曾经体现过他的进步性 先进性 但是 这就像 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率领班子去延安 然后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大法宝 叫什么自我革命 叫自我革命 那么关于姚冻队和自我革命 老朋友都知道 二十大开完之后 习近平去延安时候 第一时间做的那一期 谈了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如果 中国共产党靠自我革命 就能解决自身的这个 当下此时的问题 或者说改革开放以后 形成的问题 甚至包括成了执政党之后 这七十多年 自身存在的这些问题 那么呢 毛主席就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如果共产党自己就能够通过自我革命 就完成自我的这种 这个完善 就能给自己看兵 就能给自己动手术了吧 毛主席就没必要发动新疆 云南的红卫兵 黑龙江的红卫兵 去造这个共产党的法 那么呢 所以呢 我当时呢 提出了自己的 这个看法 那么今天这个民主生活会 我一样坚持我自己的看法 什么呢 就是民主生活会 如果要能解决当下此时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问题的话 那当然更好 但是我对此表示怀疑 这就像如果民主生活会 能解决共产党的问题的话 毛主席也同样不用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不用自下而上 发动全国的人民 起来造这个共产党的反 造这个当权派的反 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说民主生活会 他要有他的前提 他的前提 自我和他民主生活会 这种东西 做一种先进的事物 保持他的先进性的前提 是他必须遵循 他民主生活会的开会方法 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那就是说 参加自我民主生活会里面的 所有人彼此之间 都要可以批评 在都要自我批评的同时 都要允许来自于 其他同事和同志的批评 如果仅仅是下级自我批评 而没有大领导的自我批评 这就不是一个好的 完全的民主生活会 不是个合格的民主生活会 如果只有自我批评 而没有对彼此的真诚的 深刻的 痛彻的 当然是真诚的了 这种批评的话 那这种民主生活会不开也罢 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 它不能在党界上发挥它的作用 而恰恰它是豁党的东西 它是害这个党的东西 一味的只是高高的 赞美 包扬 都是从头至尾的 对于上级的唱赞歌 然后不痛不痒的 批评批评自己 我不应该再加班了 身体搞好了 身体 天天加班 身体搞坏了 这是对组织的最大的不负责任 这是对工作的最大的不负责任 包括批评对方 也是 我对你的最大的意见就是你太不注意休息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这就是我对你的批评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已经成为了那么茅厕里的东西 已经让人庇由不及 几十年来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 把共产党害成什么样子了 大家还不知道吗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大方式的 整体式的 都难以挽回式的腐败 在这个过程中 这种虚伪的 假以民主社会的形式 搞的这种党的建设 发挥了多么积极重大的作用 尤其这种东西 还有一个前提是 他必须要求这个中国共产党 保持他自己的先进性和革命性 如果这个中国共产党 他已经不是个革命党了 每一个成员都已经不是个革命者了 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初心 和理想 他们不再为自己曾经的初心和理想 去努力去奋斗了 而恰恰相反 他们成为了执政者 他们成为了当权派 他们成了人民的主人 那么 这个党还能够 开展起真诚的 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了吗 我对此表示怀疑 并且事实已经证明 是不可能的 如果可能毛泽急就不用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一就是要批评和自我批评前提 民主生活会 第二个前提 就是这个党要是个革命的党 要保持它的先进性 革命性 没有了这两条 想通过民主生活会 保持这个党的先进性 那是不可能的 几乎可以这样断言 这就是毛主席尝试了多少种方法 包括姚总队 他说民主的方法也好 批评这个党 党内自我的批评 就是整风 包括开门整风 党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说毛主席号来的话说就是 各种运动形式都已经证明了 就是不足以达成自己的目的 什么呢 就要整顿这个党的作法 保持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的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了 毛主席才说要搞自下而上的 无产积极文化大革命 要改造 要重建中国共产党 为此毛主席不惜把自己跌得粉碎 用生命的最后十年 做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 也是他最看重的一件事情 甚至夺取全国胜利 都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对于他来说都是第二位的 王大革命是他心中的 至高无上的 自己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事情 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还能不能通过民主生活会这种方式 然后完成自我集体的这种 这种保健 保持自己的先进性 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尤其这种民主生活会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 一度非常庸俗的被人家给利用 斯马南在小节目里也提到 什么时候这个民主生活会又被提起来呢 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 谁提起来的呢 刘少奇和邓小平 刘少奇和邓小平 为什么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提出 要建立这个民主生活会的制度呢 那是因为他们拿到了 好一把好剑 从毛主席那拿过来了 什么呢 就是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膨胀到了什么程度 大家都可以看看我的国史 六二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 是刘少奇自我膨胀的一次 集中的表演 刘少奇当时作为中央一线的第一负责人 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刚刚即将过去的三天困难 从头至尾一句自我批评都没有 从头至尾他完全就是批评所有的人 包括韩沙摄影的批评毛主席 而没有一句自我批评 他对别人的批评甚至 这个激烈到了什么程度的 盛怒之下甚至说 要强逼这个犯了重大错误的 这个安徽人民的罪人曾习胜 当然了 他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就最后曾习胜不都跟了他了吗 而七千人大会上 最令全党七千干部震惊 印象最深刻的 也深刻教育了全党的 是什么事呢 是毛主席率先做了自我批评 毛主席说 对于三年的刚刚过去的困难时期 对大约近以来的工作中的错误 我要负责任 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只要是党犯的错误 我就有份 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 真诚的自我批评 感染和感动了全党应该说 相对于刘 邓 鹏 这些人的虚伪 甚至干脆不做自我批评 毛主席真正的 这个率先垂范 在七千干部面前 诠释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真正的民主生活会应该怎么开 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怎么搞 但是也恰恰因为他们都不检讨 就毛主席检讨 于是会后刘少奇和大小平就抓住不放 好 马上就提出 要建立全党建立民主生活会制度 他们 这个建制谁人 您还不清楚 这就像1966年之初 毛毛大命发动之初的时候 刘邓已经即将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了 而就恰恰在那个时候 岌岌可危的时候 邓小平他们竟然跟毛主席提了个建议 说毛主席您当时1957年提到的 这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篇讲话 我们觉得很有现实意义 我们打算现在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给全党 毛主席断然一拒绝 毛主席知道他们狼子野心是什么 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想起了十年前 毛主席的那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为什么 他们是为了救自己 因为他们事实上 他们基本上 毛毛大命之初的时候通过黑暗的50天 镇压巡神运动 破坏毛大革命 事实上他们已经把自己摆在了人民的敌人的那个位置上 那么为了挽救自己 这政治生命 他们希望呢 借毛主席的话 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政治命运 把我们的问题再大 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不要上升到敌我矛盾 就是不要打倒我了 所以这就是他们66年上半年 为什么给毛主席提出要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个用心用意之所在 所以呢 斯马兰对于这个民主生活会的这个历史做了一番回顾 有他的历史意义 把这个历史这个脉络勾勒了一下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到 你看刘少奇他们62年提出民主生活会制度 然后呢 斯马兰自己都说不出来到62年62年从62年开始到80年之前之间还有什么可自点评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生活会批评自我批评意义上的这种民主生活会 只是从1980年开始又提民主生活会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还原团回来了 这里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不能看群众的脸色 不能用那种方法来搞我们自己了 那还在那用什么搞的 那还是把以前的老方法拿出 搞什么所谓的民主集中制 但大家也都知道 从80年开始恢复的所谓的一个月和一个季度的什么这种民主生活会 开了40年 开到今天把共产党开成什么样子的 大家最清楚不过 那包括呢 12月26号27号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集体 中央政治局 也不纪念毛主席 关起门了 开两天民主生活会 我从头之尾看了一下那个会议的那个那个稿 新华社发那个稿 这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吗 不知道 因为消息稿里你看不出谁批评谁了 批评什么了 反正从头之尾强调的还是两个确认 认识两个确立的伟大义 那还怎么批评的呢 因为有了两个确立了 然后接着前面要两个维护 那还怎么批评了呢 怎么开展批评了呢 我相信 就这个时候习近平自我批评 开展自我批评在会上 大家都不会接受的 你怎么能批评自己呢 是不是 我们刚刚两个确立 我们都在实践这两个维护 你怎么能自己批评自己呢 所以这种东西 我觉得 尤其当下此时 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要不得 尤其 疫情海啸之下的 中国 我们多么希望 中国中央政治局开了两天会之后 那个消息稿里面 对于当下此时如此重大的民生灾难 能有那么三言两语呢 但是我们绰绰置尾 我们一句话都没看到 我们看到的就是两个确立 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也可能人家都说了 不便告诉大家而已 那么 二十七号开完了 那这两天有没有什么 针对于民生和疫情 等等方面新的举措呢 我慢慢也没看到 那就再等一等 跟司马朗老师 不算是商榷吧 就关于司马朗老师 这个这两天 大家点赞的这个民主生活会的问题 因为前两天中央开了这个民主生活会 司马朗老师这份感慨 那么呢 我想到哪就说到哪 谢谢大家 你们想到哪 并以为你怎么在哪 我还在有什么 我还在哪 我这些现在 是什么